臺灣的智慧科技 歡迎來自各地的智慧城市代表來到桃園 來到臺灣 跟我們分享發展智慧城市的經驗 首先 我要恭喜桃園市 作為亞洲西武計畫的核心 在去年榮獲 ICM 全球智慧城市的首獎 這表示桃園市把智慧科技應用在城市的治理 實踐和用心 已經得到國際上的肯定 用科技解決市民的需求 帶動城市的發展 就是智慧城市最大的意義 我們希望桃園市在智慧城市上的成果 可以飛展到其他的城市 帶動整個國家的進步與發展 過去三年多來 我們持續拍向數位國家數位島嶼的目標 目前 面對這一波波數位革命的浪潮 我們已經積極投入資源 鬆綁法規 鼓勵創新 全力加速產業升級和結構的轉速 接下來 臺灣會持續推動數位經濟的發展 面對武器時代的來臨 政府已經完成了法治規定和政策預算的編列 今年 我們就會完成第一波思考的作業 臺灣將歸來日本 韓國 美國的主要國家 正式通過進入危機的時代 相信 武器的運用也一定會讓城市之裡 創造出更多新的可能性 也會城市這裡舉出更多新的解決方案 我們會結合中央跟地方的力量 繼續促進智慧城市的發展 透過這次的論壇 各位提供跟寶貴的意見 來當作我們施政的重要參考 再次感謝各位貴軍的共享盛情 也預祝我們政壇圓滿成功 各位都有公司的收穫 謝謝 謝謝大家